观众朋友你们好,请观看太原新闻的节目 12月15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太原省委书记、省国会代表团团长阮青海 主席了由大慈县县委举行的领导实施2023年的政治任务和爱国竞赛运动的总结 并展开2024年的工作任务的会议 与会的还有省委常委会委员、省委宣传处助长吴维华 2023年,大慈县的境界社会却保值着增长的趋势 完成并凑而完成19个标志志中的17个 向国库交纳的资金达近1741月顿 相当于省所交的计划的225% 完成了至2040年的县规划的批阅 以及67个乡、都市区、居民区的详细规划提案 积极为32个乡目 展开土地补偿和土地平整工作、工业、受工业产值达107万月顿 该县基本已完成了新农村支县的全9个标志 与计划提前一年 全县以东原人民圈县了33.8公顷的土地面积 来扩大179公里村路宽度为6米 文化、体育、旅游、欣喜和传媒等领域得以加强 社会安生、人民保健、工作等得以维持 政治安宁和社会安全秩序得以维持 政治系统的建设工作得以注重 政权、祖国城县以及社会政治组织的活动效果不断提高 2024年大辞县将继续加强实施扩大宽度为6米的村路 决心将大辞建成高级新农村支县 并于2030年之前基本达市级标准的各标志 断斗降一些主要行业的产值每年达6.5%以上 每年的平昏户比例下降1.2% 比任期初接纳新党员比例增加了3%等 在此会上发表讲话时 省委书记已对大辞县、党部、政权及各民族人民 在2023年达到的结果表示确认、表扬及祝贺 省委书记要求在将来的时间 大辞县继续加强党建、党整以及干净、强大、团结 提高领导能力、以及全党部的战斗力等工作 更加强行政改革、数字转换 提高积极喜爱竞争能力指数等工作 展开实施好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积极改善经营、生产环境 对各领域加强招商引资 旨在为当地加强全面的发展 趁此之际 为获得优秀成绩的集体 个人给予表扬 并为其颁发了奖状 就在此会议上 大辞县已总结了2023年的爱国竞赛运动 并发动2024年的爱国竞赛运动 他原市任委会领导人 近日已与代表本市的 21,000多个青年团圆的近200个青年进行对话 就在此对话上 对数字转换、培训及就业工作、立业 为青年互助贷款金额 医疗、教育、政策制度、电子鲜音管理 确保网上的个人数据的信息安全等的问题组提出意见 该市各有关单位部门、各处等的领导人 已接受了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 并对每个具体内容进行弄清 在此之际、市人委会市场一位本市的家境特宽的青年团圆 增送了10份礼品 他原市公亲团 以总结并为2023年青年团圆的创造 一项比赛和志愿志美的照片比赛颁发了简状 12月16日劳动荣军说会厅就为 太原省劳动者举行了扩大职业教育 及接近国外工作市场的国际合作的研讨会 参加此研讨会的有本省各行各有关单位部门 各县市的代表 太原省的各职业教育单位的管理干部、教师 以及国内外的合作伙伴 在此研讨会上的代表 以集中讨论评估 关于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工作的实际情况 各机关、单位、企业各地的潜能又是 旨在促进关于2024、2025阶段 展望到2030年的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活动 分享先进职业培训模型 目前的职业技能趋势 对学生、大学生和劳动者的国内外工作市场的信息 确定扩大国际合作的培训模型的措施 在举行此研讨会上的工作框架内 太原就业服务中心和租金商贸和付出企业中心 签署了为太原省劳动者扩大工作市场的备忘录 目前太原省的人民信用基金会为三个 集中复粮人民信用基金会和安民人民信用基金会 以联乡方式活动 新疆人民基金会在一个乡运营活动的 到023年11月底为止 这三个基金会的总成员为4422个 总投资资金为3161月顿 集中基金会的资金为230亿月顿 顾客存款的为2710亿月顿 占各基金会的总额85.76% 贷款额达2781月顿 同比增长了5.1% 面对实际的要求 太原市一直是发展速度快度的地方之一 提出的工作任务的要求极为重要的 这一实际既肯定北部山区重游地区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又给此地的各级党委和政权提出了工作效率的挑战 不过以决心做完工作而不是时间到了就下班的精神 大量工作都得以灵活有效的解决 为该市最高完成2023年 以及2020-2025年任期提出的计划目标和任务 社区贡献 晚上8点在太原市人民议会 社人委会以及社人委会的二级单位的办公室的邓海亮 土地基金会发展中心 各项目管理委员会 财政处 都市管理处 和资源与环境处等办公室的许多领导干部和专员 正在工作 他们都是自愿接班加快实施进度 并高度完成所交付的所有任务 我们提高责任心神 为确保工作及时向商及报告 连星期六和星期日 甚至晚上我们也上班 虽然辛苦 但大家都付出努力 完成所交付的任务 2020-2025任期 太原市集中展开实施16个终点工程和项目 与此同时 还有一系列公共投资项目 旨在初步完善该市的度市技术的基础设施 展开的各项目和工程的数量多 等于工作的数量和公组压力 为各级各有关单位部门提出不少的压力 该市的各有关单位部门已抓紧各地的工作 直接检查 督促 检查 指导各项方完成任务 从而激起干部职员的认真精神 可见在面对2023年的宽连及挑战 但在该市领导人的领导 指导并坚决 协调 以及各单位 机关阁各地等的干部 职员 劳动者的努力就下 太原市的完成各目标及发展指标等任务 正获得了积极的结果 在一部分干部害怕责任 懒得工作的背景下 该市大部分干部队伍的努力完成工作的故事 将激起感想 感作 负责责任 改革新创造 能动与困难及挑战斗争的精神 我们今天的节目播放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